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 另外也有一些球迷认为韩国队有所保留 但是无论怎么样 中国男子团体赛95年的时候 这个并不是中国队的冠军 95年势力杯团体赛的冠军是韩国队 那么时隔12年 也就是势力杯团体赛从95年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停止了 所以这样中国队又重新夺回了世界 被男子团体的冠军 你谈谈对王立琴的激战术的印象 王立琴应该从他打法上比较凶狠 特别是正手的杀伤力 特别突出 另外他在现在的防守 整体的这种衔接台内球的处理 都非常成熟 我想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应该说是 香港队像李靖这名选手 其实大家也很熟悉 他过去也是中国平方队的议员 后来去了香港 这几年国际比赛也都在打 另外超级联赛 他也参加国内的超级联赛 所以说双方应该彼此都非常了解 李靖的这名选择特点也是正手非常好 他的步伐跑得非常快 一笔王立琴发球 那根据我们看到了这个国际评点网站上的资料 李靖在对韩国队的比赛中 他是在第一场战胜了柳成林 然后在第四 后面的比赛中 第五场的比赛中 是梁祝恩战胜了李政三 然后双打比赛 这个中国相对赢了 相反的 韩国队 吴尚仪没有出场 派出了朱世贺出场 结果朱世贺是取得了两分 但由于双打和另外两个单打的失利 特别是柳成敏输给李靖 所以导致了韩国队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对中国队来讲 其实也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 Cassijn 三个月 三个月 三小时 二 三小时 六七 三小时 四五 蝸半 都 三小时 五 四 出 5 5 在这场比赛之前 今天下午 我们中央电视台 他在近5点的时候 现场直播了 中国乒乓球女队 和韩国乒乓球女队 争夺 07年 世界队女子团体冠军的比赛 结果中国队是3比0 战胜了韩国队 取得了冠军 这也是95年 第六届之后 时隔12年 蝉联冠军 但这场比赛 在第一场的时候 张一宁和对方的萧球手 朴美英的比赛中 把张一宁打得非常艰苦 我们知道张一宁是 中国打萧球 最好的运动员 但是在和朴美英的比赛中 是1比2大分落后 而且第四局 是9比10落后 但是张一宁 临危不惧 在关键的时候 把比分追了回来 但是也看到了 韩国队对中国队 是有很大的威胁 王立琴的战术运用得非常好 就是纸板 他尤其像李静这种反手比较弱 主要是靠单面拉这种打法 王立琴在台内球处理上 加一些晃的动作 使这个李静不太好侧身 这个球就是控制 他这种反手小三角和反手位置的球 王立琴这个球很聪明 一看李静要侧身了 马上突然一个变现 双方第一局是8比10 现在第一局的比赛也结束 王立琴是11比8 决定之后来等第二局 第二局比赛开始 李静平时是非常的敬业 当时他打这个超级联赛的时候 特别是在河北省的千安赛区 很多观众找他签字 他非常的有礼貌 而且不厌其烦 所以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 都对非常喜欢他 连续拉 第五版 这个实力 这王立琴现在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他战术运用得非常合理 三比 看他来按实际水平来讲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三七胎或者 对应该是这样 但是李静这名女人 你和他 他其实手上功夫非常好 而且进攻的也很强 但是像今天王立琴 我想他就是一个是在落点控制上 让李静你看前三百年 没有发挥出来 一个是王立琴的 今天的揭发球处理的比较好 出台坚决的裹弹拉起来 台内球 一个晃他这板 哎 青条晃他这板 让李静不太好 第一板侧身 漂亮 漂亮 王李勤的像 应该说这么高的个子 动作又灵活 柔韧性又好 这确实也不容易 这种球非常合理 像李靖这个球 咱们就可以看和王浩比 你像王浩的反手防手 它就带有进攻性的 能够撕出去 能够拉出去 像李靖的反手 就是传统的左退右攻 说你王立勤拉了球 他只能挡一板 挡了球就没有什么质量威胁 所以王立勤想侧身就侧身 是吧 所以说非常占上风 那这是中国相当队的 张宇高丽泽 看这个测试没测得非常开心的 漂亮 虽然李靖的这个球是测开了 但是他这个角度拉直线 基本是可能性很小的 对 所以王立勤就封住他的斜线 这方球有时像下棋一样 高手可以看到三四波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运动方向 那就别发了 这样王立勤就以11比5取得了第二局比赛胜利 2比0暂时领先 稍后看第三局 现在很多的球迷啊 包括网友 都非常的关心中国队的选拔 这个女的在奥运会里头 要选三个 男的要选三个 只有三个人 所以既要能够单打 又要能够双打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是不是 其实都敲着鼓 对 最后这个过程 这得首先要教练组 要研究 对 要兵队里头 要看他们这一系列的比赛 你包括现在这个世界杯 仅仅是一战而已 一战公开赛 其实下面还有很多比赛 网欧啊 包括世界职业巡回赛啊 包括明年的世界团体赛 包括男子的世界杯 在14号要开始 这一系列比赛 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变化 包括的积分 现在的目前的排名积分是这样 王浩最新的排名 王浩是第一 马林第二 王立芹第三 中国的选手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他们的差距都不是很大 也就是几十分 好的 基本就拿住了 就是好像王立芹 像一个罩子一样 基本把这个李静给罩住了 对 他就不太好办 现在反正李静也没什么办法 只有强行侧身 想办法进攻 防是防不住的 所以这个难度就大了 他要摆得好 所以就如意食物就容易出来了 因为你摆不好 等于没用嘛 王立芹也可以调你 也可以你 你看这种球 主要还是推挡 这个纸板的最大问题 就是防守里 就是威胁不大 3-0 3-0 3-0 由于反守比较弱 所以注意力就要保护反守 这样正手就空出一个很大的空档 看王立芹这个短球的控制 比这个纸板选手 比李静这个短球不差 现在王立芹就像前面所说 他这个台内球比以前进步很多 台内球的控制 反控制的调打 这些衔接技术 这就可惜了 现在李静能通过两个发球把比分推平 好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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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现在李静就是破不了王立芹这个发球 你搓到哪 搓短了我可以挑你 要搓出台一点我就拉你 他接发球里头没有挑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方法 就不像马林 对方法比较多 方法多 你像反手扭一般 对 像王浩 他一个人没有 防不住 所以今天前世在王立芹在控制 在上手 你看王立芹的摆短 摆得非常短 对 漂亮 今天王立芹一上来 可以说兴奋度比较好 有的时候王立芹打比赛 好像第一局第二局 进入状态不是很快 对 包括王立芹就是你比如说参加这次比赛 像前面小组赛好像打的相对没有这么好 这个是正常 因为他就是这种特点 就是预测相对慢一点 是吧 经常有在落后的时候 再慢慢 再回咬 现在打到决赛 我看他状态非常好 包括昨天半决赛 打得也非常精彩 所以我看王立芹今天这比赛贯彻教练的意图也非常坚决 战术运用得非常得当 漂亮 这就没办法 对 包括李静宁能先上手 反而被反拉 现在到了赛点 这样王立芹就以11比7 取得了第三局比赛胜利 这样就以3比0 赛上了中国香港拳手的勁 所以中部队拿到了第一分 稍后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个弹打的比赛 稍后就 感谢观看